据大陆媒体报道 10月31号中国第二种隐形战斗机AMF五代战机歼31成功试飞 但西方军事人士分析认为 这型隐形战机仍然没有突破发动机的技术瓶颈 隐形能力也值得怀疑 所谓第五代只是空有其名 中共在18大有意放出试飞五代战机的消息 被外界看作是政治上的虚张声势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分析报道 据报道由中航工业审飞研制的歼31比歼21小 更偏重于制空 未来可能作为舰载机使用 随机配备的两个发动机全部从俄罗斯引进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11月1号发表文章 标题是中国首次试飞歼31给18大限力向敌人亮剑 但西方观察家们对中国歼31隐形战机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后 得出结论 歼31战机不足为患 更不能证明中国技术赶上西方发展 军事专家认为 中国隐形战机最大的瓶颈是发动机问题 研制出配套的发动机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吉波克林斯 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 歼31的双发设计体现了两种可能 一方面它需要更大的推力去维持远程或巡航作战 另一方面中国对俄制发动机性能不信任 担心单发不足以保证战机的正常使用 据报道 中国的发动机刚跨越第三代 发动机与复合材料的使用仍然是短板 在涡轮叶片以及涡轮盘材料和工艺两方面的技术难题 没有大的突破 至今 包括歼10战机在内的新型战机装备 仍然是从俄罗斯进口发动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程师王祖威 对5代战机歼31的说法提出质疑 他举例说 飞机上的发动机就好比计算机的CPU 直接体现出性能 歼31的发动机达不到第5代 就不能说是5代机 不可能就说 我要发展第5代就第5代 据说不到就是不到 你做不出来 因为这个机械的东西 尤其这种噴射机的 就是战斗机的噴射 它里面的 它这个叫涡轮 就是它刚刚有讲那个叶片 比方说你要在多少时间之内 能够让飞机爬升多高 或者说能够多快 在多短时间内 能够达到超音速 你这个做不到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合它的经历 美国等西方国家 它将航空发动机技术作为核心技术 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封锁 中国根本无法进行技术引进 据报道 中国已将发动机研发作为国家重点工程 投入费用高达1000亿元 并在北京建立航空发动机产业基地 黄祖威认为航天高科技并不是靠投入金钱人力就可以研发出来 即使现在中共黑客窃取到的西方技术核心机密 拿去研究也未必能做出来 你不知道那个秘方 你不知道那个诀窍的哪里 你不是靠权跟一些所谓的人才就找得到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现在这个武器各方面这种先进的方式 你不是只有一项突破而已 你要方方面都能够跟得上 如果说他今天真的把这个偷来的话 你说不定还是说不说吧 因为他人家的发动机的设计 跟他所有其他是一个配套 你的系统跟他的系统不一定一样 西方防务专家们认为 歼31战机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 无用武之地 因为中国还没有制定在航空母舰上装备舰载机的计划 而且原型机实现定型量产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另外歼31的武器配备上也属一般 内置弹舱仅能放置四枚中程武器 相比美国航空发动机技术 一元能力已经到了第七代 中国发动机技术刚刚到第三代 当局却放出所谓第五代战机的消息 不免让外界觉得水分太多太佳 黄祖威认为 中共一直鼓吹航天技术为它的执政地位造势 把自己吹大吹成伟光正 目的就是给自己贴金 onlycios级 以字幕保得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